大家好 現在來講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叫做 Timetable 字面上你可以說它是時間表 它事實上是把一段時間 等分成各種不同的等分 例如說把一段時間一等分 兩等分 三等分 四等分 一直到九等分 有人會練習到十三等分 那這個等分 我們就說它 叫做連音 例如說 你把這個時間切割成 四個等分好了 那就會變成有四個音 這四個音就叫做四連音 如果是五連音 那就是把這段時間五等分 我們要練習這種等分的感覺 已經有學過絕世古的人對於 一拍分成兩等分 跟一拍分成四等分 或三等分 應該不會覺得太陌生 但是 Timetable裡面有其他的比較特別的 像是 七連音 五連音 九連音 這些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為了要記住這種感覺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並不太建議用節拍器來做練習 反而我會建議 念出這些拍子 比節拍器來的有效率 一拍一個音 我要先念出拍子的速度 One Two Three Four 讓手來跟著念的速度 每拍打一下 One Two Three Four Four One Tw Two Four You can多用右手 或者是用左手 或者是交替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ree Four 2 3 4 1 2 2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觸 平均的切割成兩等份會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要把它反過來練習 也就是先打兩下 但是定義第一下是拍子的開頭 首先打下去再說 所以 這樣就會是一拍 連續的話 這樣就是兩拍 所以是1 2 3 4 有可能 你在這個情況下念的速度跟剛剛一拍一下的速度不太一樣 但沒有關係 先培養起這個感覺 1 2 3 4 1 2 3 4 這樣你有一拍兩個音的感覺了 這個對於啟蒙的人來說是非常好的一種方法 再來是 一拍三個音的感覺 也就是把拍子三等份 我們一樣要反過來練習 把三個音歸納為一組 這樣是一組 下一組會變成從左手開始 來囉 會是這樣 1 2 3 4 1 2 3 4 4 再來是四連音 也是一樣的概念 1 2 3 4 1 2 3 4 注意 把拍子唸出來非常的重要 再來是五連音 注意囉 1 第二組的開頭會變成從左手 下一組的開頭 又變成從右手開始 再一次喔 1 2 3 4 這樣五連音會稍微的難一點 請不斷的練習 練到你不用去真正的算 1 2 3 4 5 你就知道 這五個音是一坨的 是一個單位的 再一次 1 2 3 4 1 2 3 4 1 再來是六個音一組 1 2 3 4 1 2 3 4 4 再來是七個音一組 1 2 3 4 1 2 3 4 1 2 再來是八個音一組 1 2 3 4 4 1 1 2 3 4 4 4 再來是九個音一組 1 2 1 好難喔 再來是九個音一組 1 2 3 4 1 1 2 1 3 4 4 但實際上練習的時候請把它分開來練習 因為例如你把四連音的感覺要練到記得已經需要花一點時間了 如果你把四連音、五連音、六連音各種不同的連音混在一起練習的時候 反而比較不容易記住那種感覺 練習到一個程度 你的身體記住這種幾個音一坨 例如說五個音一坨 我們說五個音一坨或五個音一拍都可以 五個音一組的感覺你記得了以後 這時候再搭配節拍器 你會覺得好練很多 然後在這個速度之下去切換各種不同的連音 你會覺得輕鬆一些 這個是Timetable的練法 實際上對著節拍器的Timetable練習 會在下一次的影片提供給大家